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本期早上看坤姐主事节啊,好的,就是说直播中产生的录像啊,那么第一局的话,傻家是一个八号位的忠臣,八号位的忠臣的话,那么咱们选了个猪个蛋试一试啊,好的,那么主公选择了春哥,估计就不用我们照顾啊,不用我们照顾,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也猪个蛋啊,也要想做到成为强者,是吧,出人头 你就要想办法活得久,对不对,只要有人先死,那你至少就是无体力了,对不对,那么咱们来争取不要过分的手柜了,所以说就南蛮来了就没有卖,那么太后的话,直接跳了一个反贼,估计像这种三血,难道就是在春哥旁边就是手柜的调子啊,好的,二爷的话也是直接耗了春哥一张牌啊,跳了一个大反贼,香签的话是直接那个给二爷补了两张牌,应该来讲 香签也是直接跳出来了,直接跳出来了,那么布列斯的话,这个地方直接把马超的牌录给春哥,咱们按理讲啊,按理讲一般给主公录牌像好人,对不对,比如孙全局,但是呢,布列斯在春哥局又是一个反贼脸,又是一个反贼脸,马超呢,在远位又可以当中类,当然也可以当反啊,马超在春哥局绝对是可以当反的, 所以说呢,布列斯这样多了,没有把明反的牌录给春哥,他是这样多的,所以本是马超跳中了啊,马超跳中了,布列斯其实有可能跳中,也可能跳反的啊,看你怎么想,你不要以为给主公录牌就怎样怎样啊,你看到了没有,姜维直接挑衅了明反,然后又来搞我,有点什么,不管他啊, 咱们这个地方先只顾自己,那你既然你们那个爱搅不清,我也就让你们继续的迷糊,那万一有人看不懂布列斯的身份,对不对,那就去反对去打布列斯,傻家不赚大了,对不对,当然了,香香就是其中一个没看懂的啊,其中一个没看懂布列斯身份的,至于我作为八号位啊,有些时候看世界,比别人更清晰啊,八号位比别人看世界更清晰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八号位的原因, 再加上有些时候是吧,前面人互强残杀都残了,八号位有收割占局的意思啊,好的,这个时候基本上布列斯跳出来了,那布列斯跳出来以后,可能就情况就比较那个喽,情况就比较那个喽,不过香香不乐,主公确实那布列斯有点,他觉得想大出优势,把布列斯先给你做掉,又压邪又乐,采用这种策略,结果错了,贼将早香, 可免一死,那这个地方咱们真不介意啊,去胜香香一层,先决斗一下,看能不能死,不能死的话,咱们重铸来一张杀,做掉它,如果重铸不来杀,可能就要考虑重铸第二个铁锁,既然来了,那么咱们的铁锁就可以连出去了啊,铁锁,从心里边讲是希望连的,希望连的,对不对,但是 有些时候你断杀了以后,紧急需要一张杀,还是要重铸的,对吧 但春哥没有属性伤害啊,注意春哥没有属性伤害,你春哥最多有属性杀有火攻,但是没有属性伤害,你只有属性,没有属性伤害,因为你春哥根本就没有伤害 所以春哥也是绑铁锁也是搞不死两个人,还得靠我们,终于成了一个无血,对吧,小白本,咱不能是白本啊,毕竟还是有点技能的,无血小白本,又血在手,高死你们,难难入侵 这个地方,先杀,对对对对,万一不练尸追了,杀命中了,你知道吗 说死你,我不烧自己,只有烧自己才是强者,对不对 把自己防烧起来啊,同时这个地方自己处于一个非买血状态,也是好评的 当然这个地方要注意,春哥有可能被香香直接推掉的啊 香香是觉醒香香,有可能有爆发,还有脸乳,所以说我一直顶着你的消息,也务必把你脸乳拿掉了啊 要不然我自己倒是不可能死,万一你把我的春哥给我搞死了,怎么办 你看,他的手也是足够的烈杀啊,这个三张牌,两次拿到脸乳的机会 他硬是拿不到,那你就不要怪我了,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你自己拿不到脸乳,不怪我不给你机会啊,对不对 当然,凭借他那个手牌毕竟有限啊,也不是说四个牌都是杀 所以说他即使搞到脸乳,我估计他也不一定搞得了春哥的啊 不一定搞得了春哥,既然如此,春哥有三血 你香香有输出,估计该找输出就输出了,春哥既然,是吧 安全吸收在85以上的情况下,那我果断烧自己啊 只有烧自己,那就是说只要春哥在我这个烧自己的时候没有问题的话 后续就会更加没有问题了啊,烧自己图觉醒十几张牌啊 哪怕我输出也是一种防御啊,我把香香早点给打死不就安全了吗 对不对,你香香就又得牛排防御,又得续棒,拿忙的过来 是不是,所以说该觉醒要觉醒了啊 再次强调,只有烧自己才是强者 咱们之前烧过一次自己,刚刚为了偷觉醒又烧了一次自己 那现在的话就直接略强先了啊,直接略强先了 那么你也不要过分在意你的体力上限了啊 毕竟帮体力上限是能摸一张牌的 有些时候速度比你那个血线或者体力上限要来的重要啊 对不对,再说了,现在是二打一 只要时间怎样怎样,春哥本身也是一个强者 对不对,就是这么风骚呀 就是这么风骚,你见过这么风骚的人 主动崩上线就会摸一张牌 那你不服不起啊,我就摸一张牌 咋了,我一张牌就是这么值钱 好的,掀开蓝蓝 万一它是一张杀或者无限 咱就把它的菊花给骗出来了啊 所以你不要掀杀,你就掀开蓝蓝 那万一它是一张杀,骗个菊花你就赚大了啊 毕竟菊花是大自然的一朵美丽的花 大家都爱它,对不对,大家都爱它 好的,最终也是如愿以偿见到了这朵美丽的花 这个大菊花 那么这一菊的话,咱们是一个大类 骚类,骚类轴旗 那么这个地方,内奸的话 一般出现陆神的话 一般个人觉得你要想打强度 你就选标包的 想打配合 当然这个配合不一定是武将技能的配合 可以是跟锦囊这种牌的配合 不一定是跟技能的配合 想打配合就选戒路神 撒家作为一个内奸 选择了打强度啊 选择了打强度 所以说选择了镖路神 顺手拽扬 那个锁锁连环 这个地方就直接搞的 就直接搞的,是吧 作为二号位内奸 是吧,也没有必要过分的低调 打着打着说不定连赢了,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烧一下 结果没中 合合 那没中就没中的 留一张牌在手啊 这样的话 偷的时候也有一个连赢 对不对 然后别人也不一定那么喜欢 来破坏你的最后一张牌 结果 这个张和你是忠诚的 这里边倒不是说 没有多少人可以当忠啊 是吧 二号位忠内的话 一般有些人是比较任性的啊 就是敢于盲居 对不对 敢于盲居 那么左侍也可以当忠内 对不对 当内奸 徐宇可以当忠诚的 黄盖可以当忠诚的 表叔可以当忠内的 所以你为什么不忙你 对不对 哼 果然如果所料 这是一个坏人 这也是一个坏人 当然啊 这个地方说的坏人 是指狭义上的坏人 不是广义上的坏人 广义上 你自己作为一个内奸 所有人都是坏人 狭义上是指当前的局势 是吧 我们要照顾主中方 所以说 视为反贼是坏人啊 那么咱们说的是狭义上的坏人 他没动 他这个地方疯狂开A 这个 但是呢 张合你快顶不住了 然后开A又开鼓鼓风灯 那么不出意外的话 这家伙其实是个大忠 其实是个大忠诚 那么这个地方既然是忠诚的话 我估计要顺孙奔一轮醒了 一轮觉醒了 对不对 那么 决斗 这个地方先决斗 万一被谁诬陷了 觉醒不了了 是吧 可以补一拉 当然你说 咱们这边无限比较多 所以他比较任性啊 看了这边无限比较多 包括五五风灯 都是主中方先决人 对不对 但有些时候 是吧 该先决斗就先决斗 转攻为首 那么这个地方啊 这个局面 其实对主中方不利啊 你别看着反贼 一直在挨蓝蛮啦 一直在被杀呀 他状态其实还是有的啊 那么 借刀烧人 那么 QQ 态度是万能的 锁锁连环 自罢 卡连赢了就自罢啊 你不要想着那个什么 态之类的 过牌 其实牛逼 那么这个地方 过牌啊 腹子不要了也要过牌 杀一刀 终于来杀了嘛 也不怕你刚烈了 哎呀 不行 不行的话就等待下一回合 为什么说当时那个反贼挨了那么多 还是状态不错呢 这是由事实所决定的啊 你看一下左侍的状态 蛮宠多少还是有点愚笨的 对不对 表输状态就是比较好 那个 徐运如果说他作为一个卖险 你没有把握搞死的话 也不会过分的崩掉 而这边 主中方的张和 已经基本没有战斗力了啊 上来在三号位被主内盲居 对不对 上来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那这个地方 黄老邪 在关键时刻 有火杀 有桃子 居然离现了 那这个悲剧来袭啊 传说中的悲剧来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想到什么问题 越是悲剧 越是烈士 只有强者 才能拯救世界啊 强者是谁啊 这二号位就是典型的强者中的强者啊 那这个地方就不客气了啊 就不客气了 挂 挂 当然这个地方不要眷恋你的刀啊 只要卡连营 马车是卡连营了才筛牌啊 然后制霸是搞不动了才制霸啊 这个地方有二手准备啊 做二手准备 那么张和你挡路者 就不要怪我了啊 这个闪电 哪怕不管好牌插牌 你不要说把它去拿去制霸啊 一定是没办法的东西才去制霸啊 没办法的东西才去制霸 借刀烧人 那么 锁锁连环 哎 左侍没死 好评 为什么说没死 好评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获得战功了啊 傻家玩了这么多年 终于获得了一个战功 哎 好评啊 那么你左侍没死的话 为什么说好评呢 就有可能死在路神手上了 你仔细的看一下 我们马车还没筛牌呢 马车还没筛牌 但制霸的机会已经用了 但马车的机会还没用 所以他基本上要死路神手上了啊 要死路神手上了 那你说他既然有可能是死人 你为什么还去兵他 打更多的连银 这个地方连银为最大了啊 打更多的连银 不是说坤姐风骚去兵一个可能死的人啊 打更多的连银 对不对 你仔细的想一想 你如果先杀了 对不对 他又是直接死掉了 那你收一堆牌 那你那个假设卡有卡连银的牌 那你兵用出去就连不了牌了 你兵先用出去 你用杀的时候就立即连银了 所以说是过更多的牌了 好的 那么一回合没打下来 只不过是给你们一个机会而已 你一定要搞清楚啊 不要以为你们可以躲过去啊 那就搞笑了啊 那就搞笑了 给你们机会 强者嘛 给你们机会 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当然这个地方火工啊 可能暂时不会塞马车 也不会乱用 这个地方由于颜色比较单一啊 所以说火工没有用 火工把它藏起来 为单挑做准备啊 因为在火工藏起来之前 我们其实连一个副一马都没有啊 这个火工是为单挑做准备的 不信我用给你看 不信我用给你看 对不对 我说错了吗 恭喜获得很少千军 就是搞死七个人啊 直接七个人 都是我们搞死的 为什么当时左辞 我借孙奔的刀的时候啊 这昆姐的主事家啊 3784福北张会2015 为什么说借孙奔的刀的时候 当时没有搞死反对 反而说了一句好听 如果那个左辞被孙奔给受了 你哪来很少千军啊 因祸得福呀 各种因祸得福 对不对 好的 这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大反贼 体验新武将 选择了龚春渊 当然要强度的话 这里面有很多反贼强度都不错的啊 比如说二张是吧 典型的反贼投资啊之类的 但元素这种啥身份都强力就不说了 主事表已经近将了啊 那就不要考虑了啊 当然你可以选标元素 但你既然有标元素又不是太那个 从新武将的角度 我为什么不选龚春渊呢 比你标元素更新啊 对不对 好的 刘备忙仁得了一下 然后忙乐了一下 这个春哥作为二号位居然跳钟啊 他其实是一个反贼脸 当然不排除他当内奸 对不对 那么九 都中了啊 都中了 但是不念是说 我就是不识 我就是不识 那就是不识就是不识呗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啊 这个连卢是必控啊 不要问我为什么 除非你有把我搞死连卢 搞死春哥 不要搞死连卢 本来还想只搞掉连卢就低调了啊 就逼着我发动高调的技能 那我就拉三张牌 然后留失一点体力 结果拿到了一个头 好评 连卢也搞掉了啊 连卢挂上来是为了配合 配合即将行动的卢素 对不对 不管说卢素有没有机会当中 但是至少是给自己点机会 对不对 好的 卢素真的跳牌 这个跳中 断不可溜 过河拆桥 哎呀拆得很欢 乐得很欢 但是你这个乐就跳出来了啊 气掉难满 好评 特别是这个乐比较好评啊 然后连卢的话 这个时候杀刘备 然后 刘备又不知道有无限 其实连卢是想跟刘备过牌啊 但是呢 他当时又不知道 无限自己能出来 如果过牌 那你其实没过牌好的 对我们反对来说 这样子反对状态不是太好 桃子也不是太多 那么 不管怎么样 牌没过到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那就肯定是那个直接大收益啊 直接大收益 一二三 然后开桃园 为卢素而开 当然啊 你之前大收益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 还一三个人吧 没有问题 但是你这个账八卦的 就太臭了啊 这个话直接不忌讳的说啊 真的挂的臭啊 真的挂的臭 其实啊 其实是你这个实际的做法 跟你的想法 不过都有出入的 你最终的想法 肯定是觉得他挂的臭 但你当时的想法就是 时间快到了 是不是要杀一刀 结果如果要杀一刀 时间又要到了 没有时间思考 错的决定就做出来了 错的决定就做出来了 当然扯了半天 还是有必要给他介绍一下 这个技能啊 怀疑 是吧 出卖阶段 现一次展示所有手牌 主动给别人看牌啊 如果有两种颜色 则气质其中一种颜色的所有牌 然后至多插名角色 获得这些角色的各一张牌啊 插为你弃掉的牌 然后如果获得的大一点二 还要留失一点体力 所以后期了啊 咱们就不获得三张牌了 就不获得三张牌了 免得自己一直在流失体力 也比较风骚啊 显得比较风骚 那么在野局发挥 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一来拿的牌比较多 质量还可以 有些时候拿到了桃子 斩装备的速度也还可以 包括除了斩装备以外 偶尔控装备啊 控阶段装备 这个都还可以 发挥还可以 二来是配合了卤术 对不对 你自己太空虚的时候 你想一想卤术 是吧 你有些时候单纯的保护卤术 都是一种贡献的啊 那么这个新武将就这么发挥了一局啊 有新武将的光环 好的 这一局的话 咱们是一个大主公 我就不选我自己 我自己是指谁呢 一般是指小胖啊 那给大家提醒一下 这次没有选自己 就选择了一个董胖之 董胖之的话 对面的姑娘 都是我的 结果一个姑娘都没有 好不容易有一个美女啊 结果online上还有bug 认为她不能被持拥剑 至于是说谁 我就不点灵了 对不对 没意思 对吧 大家都懂他 好的 爱好为中会啊 当忠诚是肯定不合适的 这是绝对的 肯定不合适 是吧 当内奸 有可能 当本版权 可能性更大 所以说就直接忙了他一下 直接忙了他一下 那么姜维的话 这个地方直接开了一个A 然后挂了负一嘛 又没有杀我们 当不拍出他断杀 但是毕竟开了一个A啊 反击这个 再等胖子去开A 这个还是比较亏的啊 所以说路神匠就直接搞姜维了啊 然后铁锁 主公也在锁上嘛 跳一个反击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鱼籍的话 就就跟我们一样啊 主公你既然乐了中会 我就去搞你了 这样一来 他就是跳中啊 就是跳中 你要反击的话 这样忙去不太坑了吗 对吧 是吧 肯定是中类 肯定是中类啊 没有问题 哎 你不顺鱼籍吗 鱼籍这种手牌牛呢 还是个小手牌牛 结果本来还以为 徐玉跳神钟啊 还高兴了一把 结果瞬间暴露了啊 瞬间暴露了 好的 这是一个神钟 小胖子是比较偏反的啊 比较偏反的 那么他也实际的 跳出了一个反 这个时候啊 这个中会打点点点 打那种表情 从情感的角度上讲 第一个 哎 你小胖子居然不放权我 第二个 这个徐玉拼 想本来想自己卖血的 结果拼的 只能打一个敌人 这个时候啊 通过一系列的表情 中会已经暴露了 他是反对啊 既然你已经 从情感的角度 暴露了你是反对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啊 本来我还打算 怂的怎么怂 我搞明的 搞小胖 但是你中会 绝对这个时候 即将觉醒 要比小胖关键的多 你还是前位 小胖还是最后位 对不对 那我肯定就搞死你了啊 所以说有些时候 要喜怒不能 直接就挂到脸上啊 你这样很容易 造成杀生之祸的啊 不要直接就挂到脸上 恨不得就直接说 我是反对 你咋不放权我啊 恨不得就直接说 你寻想卖血 居然拼赢了 当时我有个一点嘛 就要学会 喜怒不挂于脸上啊 当然 其实还有一个 有把握的地方 就是因为 将为必尽向中内 对不对 不搞你搞谁 只能说你选中会 你躲不过 守贵的命令 你中会 你就能守贵了 当然这个地方啊 其实 鱼姬已经非常向内奸了啊 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如果哪一天 已经确认你是内奸的话 作为等大方子 也是果断敢于质疑的啊 毕竟你现在血还有 还比较少 其实是敢于质疑的 应该要质疑的 特别是小胖质疑了以后 也不害怕耽误忠诚了 是吧 当然更可能是一个内奸啊 好的 我要来给你解释一下 上一回合 为什么只有两张杀 跑去杀那个 不太杀得动的小胖啊 主要是因为小胖 刚死了一个反质 小胖再压一滴血 他也残掉 配合中内啊 配合特别配合忠诚 有高死小胖的做法啊 虽然你一连弩下去 小胖死不了 但是配合打出来 对不对 毕竟小胖还在忠诚之前的 还在忠诚之前的 你看 你再回合 我有办法证明你是内奸 那就各种质疑你啊 是吧 你不熟了呀 救救救 不救的话 说不定要死上最强拆迁 那么你才是皇帝 你再觉得啊 元素胖的暴虐 比我的要多啊 比我的要多啊 可见这个 人家确实是四血两济人 四血两济人 这也是为什么 主持人玩都不玩了 这也是顺帐八啊 不熟 直接基本概念 走起 马车里边的牌 使用或打出 帐八就是将两张牌 当使用或打出啊 两张手牌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就直接提醒一下 帐八里边的 帐八既可以拍两张手牌 也可以拍两张马车里边的牌 也可以组合着拍 也可以组合着拍 什么叫组合着拍 拍一张手牌 拍一张马车里边的牌 是吧 那既然马车里边有一张牌 就不会过分的吃紧了 把它拍出去 因为你要运马车的话 就必须塞马车 你如果 是吧 你塞马车的话 你基本上就过分的空虚了啊 所以说省一张手牌的角度考虑啊 从省一张手牌的角度考虑 是拍马车里边的拍啊 毕竟你如果要运马车 至少要塞一张手牌的啊 因为这个马车这个玩意儿 现在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基本概念啊 毕竟他是强行合并过来的 是吧 以前人家玩自尊场的人可以不操心马车的 但现在强行合并了啊 所以说遇到的基本点 我该给你提醒一下 还是要提醒一下 好的 二号位左大仙挑了一个反贼 那么这局诸葛克你咋等胖子是不带现实的啊 但是选将是有选将的原因的啊 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 包括那个武将的出场率 那么这局的诸葛克选出来有什么目的呢 打防御 打防御战 对不对 你只要相信你的傲财 那诸葛克就是一个防御达人的啊 防御达人 希望那个顶到后期啊 是吧把诸葛克把等胖子给你拖死了 把他给拖死了 好的 这个地方啊 真姬如果是忠诚的话 绝对不会盲兵元素的 而会控制俩反贼啊 再加上前面有俩反 他是反贼的话 那兵重的几率就非常大了啊 所以说这是跳凡啊 这是跳凡 那么这个地方跟春哥的第一次较量体现出来了啊 春哥杀我们 我们直接傲财散 好听的啊 这个地方为什么说要跟 强调跟春哥的叫门 这里边强者就是春哥跟诸葛克啊 对不对 所以说要特别关注春哥 那么这个一看就是中内啊 特别是内奸比较像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贴主的这个流氓鱼也果然跳出了一个 能进能退 来增增法器 一来不烧诸葛克诸葛蛋 是因为诸葛蛋有点像内奸 二来 主公即将行动 碰一共主公别让他报了 对不对 也是不错的 好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看到了一张红桃在最上 但是呢 我估计啊 你元素买血 主公不判暴略还有可能 但元素一旦不是买血 主公肯定就要判暴略了啊 主公肯定就要看暴略了 所以说你左手就苦逼了啊 你左手就苦逼了 好的 直接过 打防御啊 打防守战 真机这一首要小包一首了啊 有铁锁有属性杀 当然如果本身有比较好的手材就更加好了啊 那么过河拆桥 无懈可击 九属性 哎呀没有菊花出一个九属性也不错 也不错的啊 也不错的 当然这个地方必不得不有情剧透一下剧情啊 为什么剧透一下剧情 春哥被九杀了啊 虽说不是他的目标 但是相当于是被掉凉血了 说被九杀这个是错的 被掉凉血了 啥概念 春哥强大起来了 为什么要强调春哥强大起来了 这局可能猪格要跟春哥交锋了 毕竟一中一反 这个里面要交锋的啊 交锋的 说不定还是正面交锋 为什么 你看现在猪格打得到谁啊 是不是 打不到主公的 主打防御啊 之前说过了 主打防御 哎呀 万剑来了 万剑来了 看到元素一血 就想搞一个万剑 这个地方啊 这个其实按理讲啊 按打更多伤害 按不怂来讲 应该先毒武春哥的啊 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先放万剑 就意味着你只能毒武春哥一滴血 你后放万剑 你先毒武 就意味着最多可以毒武春哥两滴血 哪个打得伤害多不言而议啊 所以不应该怂啊 直接两张伞砸上去 你春哥爱死死 被万剑打死 或者被酒杀打死 都是你的福 对不对 结果没搞死 春哥伤势来酒头了啊 他是伤势来的酒头 太讨厌了啊 太讨厌了 那没办法啊 那 那如果人家伤势 锁定不能来酒头 又怎么体现 人家一带强者呢 这没啥好抱怨的啊 没啥好抱怨的 尊重强者 是吧 尊重游戏事实 好的 那么这里边啊 袁夕他一直挂个残血 一直不死 看着要死了又不死 我们干着急啊 我们干着急 这个地方看到的决斗 还有无限 其实是人家等胖子了啊 你敢不敢决斗我 敢 敢我就让你先尝点苦头 当然这个家伙杀比较多 也不分是过分的害怕 那么另一句话就体现了啊 压我的血 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 你要能搞死我 才算真正的本事 这个地方啊 清醒一下基本概念 那么这个地方 你发现一个问题 澳财偶尔只给力了一下啊 这个地方从现在开始 真正的是一血零牌的时候了啊 真正的是一血零牌的时候了 这个地方可能澳财 就要必须给力起来了啊 那么好 气死他 欧死他 你给我气啊 你给我气啊 你给我气光啊 哎呦 妈呀 三个头 来了 流氓应该能拿一个吧 结果被吴谢勒 结果被吴谢勒 那我就只能拿斧子了 我只能拿斧子了 一来想搞死元素 二来不想被撑着拿斧子 哎 抱得漂亮啊 你这个元素终于 好不容易说恢复了一点 然后又怎样怎样 你终于得得看到死的希望了 无酒不欢 再硬 再硬 有什么用呢 有用吗 我问你 那么这个地方啊 咱们可以考虑赌一手啊 看牛芒 有没有搞到主攻的那个头啊 结果牛芒还真不负使命 把他搞到了 如果你不赌的话 你回合类是没有傲财的啊 回合类是没有傲财的啊 二来的话 既然跟春歌对决 也赌一手 能搞死春歌 搞一个死而无憾 结果来这两大神将都没有死 居然出现了第三种剧情 都没有死 那就继续继续对批呗 对不对 继续对批呗 来啊 当然这个地方还是希望搞死元素啊 如果一旦搞不死他的话 那个主攻可以给他判暴虑 二来他自己可以摸一把牌 说不定就恢复过来了 所以说还是很希望搞死元素的啊 还是很希望搞死元素的啊 那么春歌的话也是四死跟朱尔克死克啊 咱们两个真的是在死克 到现在还在死克 那么能进能退 能烧死他吗 好吧 这个连杀一刀元素都做不到 这个有点苦逼了 有点苦逼了 开桃源就表示朱尔克 即使在主攻有冠石斧的情况下 也死不掉了啊 开桃源就说明你绝对死不掉了 你要相信这一点 中东生有 索索连环 直接为什么要索索连环 而不是重续找防御呢 一来二千代二写了 是吧 除了主攻的九杀以外 没那么容易死 二来这个元素的写限 就着实比较值钱了啊 着实比较值钱了 你看现在内奸都跳了帮他 元素都打不过来 你说你能说 那么流氓当时上一回合挂富一嘛 一来是那个杀散不多啊 属于不多 确实不多啊 一如反响 杀散不多 二来是有可能是根本就没有 结果春歌九杀他暴露了 真的就没有啊 那你说本来啊 上一回合为什么敢直接连元素 一来就是如果打中了主攻就不亏了啊 如果元素跟朱尔科差不多死去的话 差不多死去的话 流氓状态还可以 可以打后期的啊 可以打后期的 那即使朱尔科死掉 那个元素没死 也是可以打后期的啊 可以打后期的 好的 一刷十位 这个打一波吧 把队人给收了 打一波 当然这个地方打一波的话 难度是比较高的啊 内奸有桃子 难度是比较高的 他这个地方如果去救的话 只希望这个打死反对来好拍啊 结果人家直接救了反对 直接救了反对以后 春歌最终是死于朱尔科之前了啊 那么这个地方一闪一桃 那肯定是吃桃 对不对 让那个朱尔科 朱尔弹摸一张闪 而不是摸一个桃 结果这局败给一个连奴了啊 想法是完美的啊 因为朱尔弹拿一个桃子 你这局想搞死主公就不用打了啊 搞不死主公的 所以你不可能送朱尔弹桃子了 送桃子就没机会 结果败给一个连奴了啊 结果败给一个连奴了 那么这局啊 春歌跟做客搞了一辈子 做客显胜乐 然后那个元素也是一辈子要死不死 最终还强大了一次 表面上看到都有机会 这里边最最屌丝的一个武将 获得了最终的机会啊 十一张牌怕你省家一 没有武器也得有过猜这种牌吧 什么都没有也可能有负义码吧 这也没有可以有锦囊决斗之类的吧 所以说你这个最后啊 打了半天 一个屌丝最后获得了胜利啊 这局最终这个朱格旦获得了胜利啊 真的是主返拼了半天啊 主返拼了半天 这个朱格旦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个同时是吧 主事件有可能会输的系列啊 对不对 这个原名啊 现在是叫这个直播中产生的录像 就是昆杰主事件 其实他的原名叫主事件也可能会输啊 所以这个地方又点到老的那个原名了啊 那么也算是一个好评 那么最终的话就不扯多了啊 直接谢谢大家算了 好的 谢谢大家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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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